2023大流行语 1.躺平 躺平一词的火爆 源自一条现在的年轻人 为何偏爱躺平的微博热搜 他表达的是一种 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 内心都毫无波澜 对此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者反抗 表示顺从 内心死水一潭的状态 年轻人选择躺平生活的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有生活压力过大 人生追求不同等原因 也有年轻人对于社会现状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2.破防 破防原本是指突破防御 在游戏中属于一种技能或者战术 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变为 只带心理防线被突破 一般是指人们在面对一些压力或者出动时 情感上受到强烈的冲击 导致心理防线瞬间被突破 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或者情感反应 3.射死 射死是指在一些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 因为行为不当 言语失措等原因而造成极为尴尬的局面 让自己的社会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射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词语 因为它意味着在公众面前的失败和出丑 4.射出 射出这个词源自日本 是指那些为了工作而付出一切 包括时间和精力的人 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在公司或者行业中地位较低的员工 他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 射出一词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人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的一种普遍现象 5.躺赚 躺赚是指通过某种方式或者手段 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 这种收益通常是通过投资 理财或者其他被动的方式获得的 躺赚是一种理想的赚钱方式 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和智慧才能够实现 6.凡尔赛 凡尔赛是指一种表面上过着奢华 富裕的生活 但实际上内心却感到空虚和孤独的人 这种生活方式通常是为了炫耀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刻意展现出来的 凡尔赛一词源于法国贵族文化 现在被用来形容那些表面光鲜亮丽 内心却感到极度孤独和空虚的人 7.射牛 射牛是指那些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非常得体 自然 自信的人 他们通常能够轻松地与人交往 展现出非常高的社交能力 射牛一词与射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人们对于社交能力的不同表现形态的一种描述 8.射恐 射恐是指那些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非常紧张 不自信 甚至恐惧的人 他们通常害怕与人交往 对于社交活动感到极大的压力和不安 射恐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 对于那些患有射恐的人来说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克服这个问题 9.鸡鸣 鸡鸣是指那些购买基金的人 这个词源于中国股市中的基金热潮 很多投资者将基金视为一种理财工具而大量购买 鸡鸣一词反映了中国股市中投资者对于基金的热衷和追捧 也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变化 10.荣模模 10.荣模模 荣模模是指那些外表朴素 但内心却有着丰富内涵的人 这个词源于中国的传统面试模模 形象地表达了这些人外表普通但内心丰富的特点 荣模模一词体现了人们对于内在品质的重视和追求 也提醒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应该更加注重内在的品质和价值 这些人的词源是在评价